那天,Kind learned about GR holidays and trying to get Rick killed 他就是一個黑人,然後是美國人 然後他在台灣有新聞 就是他來台灣,然後呢我看到新聞的時候想說 他來台灣說他要找他的一個brother,一個兄弟 然後我想說什麼叫做一個美國最紅的實況主 全世界最紅的實況主在台灣有個兄弟是什麼意思 他在台灣找了這個兄弟 Ray,是個台灣人 大道地的台灣人,台灣高中生 然後我就越來越好奇他們是怎麼樣認識的 然後為什麼一個台灣的小朋友會認識到凱森內 他們兩個認識的過程呢,我們就先播一集片給大家看一下 2023年7月15日 一位台灣人出現在了知名實況主KaiserNet的直播上 說出了一句,God did 至此改變了他的人生 他或許在台灣默默無聞 卻成為了歐美社群所愛的諧星 他就是與KaiserNet成為黃金搭檔的Ray 好,大概就是他們認識的過程 然後我今天要給可欣看的呢 不是要看他們兩個互動啊,講一些垃圾話 Kaiser當時呢,其實做了一個所謂的監獄特輯 就是他們把他的朋友們全部就是帶到監獄裡面 然後過著這幾天的日子這樣子 然後呢,他當時呢,因為他真的非常喜歡Ray這個人 他甚至把Ray從台灣帶到美國 然後去參加這個監獄的這個Livestream這樣子 他不是要上課嗎? 對,我也很好奇 有一支影片是這個Ray,他被Kaiser要去美國 然後呢,他們就開始Livestream嘛 Kaiser就問Ray說,啊你怎麼知道開始上學 然後Ray就說,啊,today today? 然後,你怎麼跟我講今天 他說,我好像昨天才知道我今天要上學 那整個聊天室就炸開來了 反正總之呢,就是他們做了一個監獄的這個實況這樣 然後這個片段就是這個實況裡面的一個小片段而已 Hey, what's your real name?Ray Ray Ray JustRay You mean my Chinese name? No, don't say your Chinese name What? No,I'm saying I toldRay that it's a real name Why? Just beRay My Chinese name wasRay Ray,you're not even Chinese What? You're not Chinese I'm not Chinese You're Taiwanese Taiwanese Taiwanese,yeah You're not even from China You're talking about some... My Chinese name China state focus,I keep drinking and sleep 這蠻有趣的耶 對 然後你看留言 留言很好笑是 And that day,Kai learned about gender qualities And trying to get re-killed 我覺得這好有趣喔 是不是? 是不是很有趣 就是,而且這一個你看他的影響力有多大 Kai's social credit just went down Kai學會他人生的這個地緣政治課 這一個留言有4.4萬讚 好猛喔 我真的覺得 我們不要做了啦 我們交給他們啦 大部分的人老實說 都沒有意識到 這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一看就會知道 Oh my God 這很...大條 對,很sharp 就是說這個如果中國人看到 小粉紅看到你會牙起來 對啊,下面中國應該被...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中國人來這邊留言 也沒有小粉紅說 你在說什麼 也沒有 就很少數的人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 他有提到這其實跟定員政治有關 大部分人都在幹嘛呢 大部分人都只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 Kai在保護瑞 不要讓他講出真名 對 所以Kai就一直說 你不要講... 你就是瑞 瑞可能心裡有種... 蛤?為什麼... 他太小年紀還太小 然後Kai就會 立刻找了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啊!你根本就不是中國人啊 你是台灣人 對 就很有趣 好酷 我好像看他整個影片喔 我不知道整個應該會很長很長 他應該就是... 但他們的互動都非常有趣 然後甚至Kai在有一年他領獎 應該就是去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認識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他去領最佳實況主獎項的時候 他是帶瑞上去領獎的 在2023年的實況主頒獎完會上 KaiSternet獲得了年度最佳實況主的獎項時 是帶著瑞一起上台的 這不僅是說明了瑞為這個獎項 所做出的貢獻 同時也是他對他的一步肯定 最終瑞也在2023年的8月30日 於KaiSternet的實況上和觀眾們道別 讓觀眾都對他感到依依不捨 而KaiSternet也在這次的直播上 揚言表示自己未來如果有機會 會先去台灣和瑞一起 到他所就讀的學校裡玩 兩人也做好了約定 至此瑞的美國之旅就到此結束 時間來到了2024年1月 瑞開啟了自己的實況生涯 開始了他第一個屬於自己的直播 你知道這個是怎麼來的嗎 就是說他那時候被 那個Kai邀去美國的時候 Kai就說來 那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跟我講過你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瑞就說 第一就是我想要成功 然後我想要讓我媽媽 爸爸過好的日子 然後再下來第三個呢 他說那我想要當實況主 然後Kai就從房間搬出了一台 當下最貴最貴的電競電腦 他說這個就給你 然後我會教你怎麼做實況 好惡心喔 你不覺得很可愛 而且是全球最強的實況主耶 對 可是這個瑞他 我覺得他 你看不出來他會有任何的就是 喔我要高攀這個人啊 他就是非常的真 然後你甚至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他相關他們的互動影片 你會覺得喔 瑞一定不是美國初生長大的 他的英文並不是那麼的流暢 他很敢講 他非常敢講 然後用 可能是他看實況看久 他用很多就是黑人用語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勇氣 然後跟 就很棒 對 無畏 然後真誠 他真的很想要交這個朋友 那我覺得同時間Kai也是真誠 所以其實 只要大家現在去看Kai跟瑞 你就搜尋Kai跟瑞的話 你是看到大部分的留言都會是說 他們兩個是真友誼 嗯 跨國界的真友誼 然後甚至還有人說 他們兩個是新時代的尖鋒時刻 Rush out 成龍跟那個 那個黑人 我忘記他名字了 就是他們兩個 這很有趣 本來我只是個人在研究這個 這兩個人的關係 但是 我看到那個Chinese name那支影片 我覺得一定要跟可欣分享 好可 我覺得很有趣耶 而且 我不知道他的 context 他在保護他啦 OK 對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也有默默的在講 就是說 他也是在區分台灣跟中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沒有意識在講這件事情 但 我們收到這個好意了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Ray可能還沒有意識到 他完全沒有意識到 對沒錯 OK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段 很突然很特別 地緣政治是不是存在於任何一個環境裡面 哈哈哈 喔 Woodery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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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